出汗,每个人都会经历,正常的出汗可以调节人体的体温,可以排除身体的毒素,但是身体这三个地方如果经常出汗,则是不健康的表现。 你了解吗?中医上有动汗和静汗之分,由于天气环境原意引起的出汗属于静汗,相当于被动出汗,不少异常的静汗需要引起注意,比如自汗、倒汗等。 自汗和倒汗的定义,自汗,只不热,不迅动时,前心后背会出汗,前意疲劳,感冒,心慌,特别怕风怕冷,是气虚的表现。 倒汗,只一晚一睡着就出汗,叫倒汗,是阴痴的表现,一个人身体出汗部位不同,就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身体状况。 我们来了解一下,身体这三个部位爱出汗,是不健康的表现,你有吗? 一,彼此出汗,如果平时彼此总出汗,说明飞气不足,需要挑离补气。 洗衣认为只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,需要提升免疫力。 二,颈部出汗,人体颈部的汗线分部稀少,所以很少有人颈部会出汗,如果你的脖子常常出汗,可能与你全身内分泌失调有关。 三,胸口出汗,如果胸口常出汗,中医认为这是脾胃失和的表现,说明体内的血液循环很慢,氧气运输不顺畅。 另外,还要注意一下多汗情况,一,多汗半有头晕,多半是低血汤的表现,通常是多汗,颤抖,乏力,头晕等症状。 二,多汗半有疼痛,多半是心脏出现问题的表现,通常是胸部疼痛或有压迫感,有时会放射到肩膀,手臂或背部,如果出现这个症状,应立即就一。 三,黄汗,多半是肝胆是热的表现,通常这样的人一猪汗,就会留下黄色的印记,这样的人肝火比较旺,容易发脾气,如何调理全身,让自己更健康呢,养心偏。 一,红色食物养心,如,大枣,红豆,西红柿,火龙果等等,二长按内观学,手掌朝上,当卧圈或手掌上台时,就能看到手掌中间有两条筋,内观学就在这两条筋中间,弯横纹上两寸,曲学时可以将右手三个手指头定拉,无名指放在左手弯横纹上, 右手指头和左手手弯交叉的中间点就是内观学,长按内观学保护心脏,获得健康身体,更易长瘦,养肺偏,一,常运动,易健肺,强健肺脏的最佳方法,是适当的体育锻炼,因此,可根据人们的型号不同,体质差异,分别选择合适的锻炼方法, 熟漫跑,散步,打开齐全,门球,猎气功能,二,请喝水印一倍,冬季每日至少要比其他季节多喝水500毫升以上,以保质对与呼吸道的正常湿度,养肝偏,一,青色食物入肝,中一说,青色入肝精,绿色食物能有益干气循环,代谢,还能消除疲劳,舒缓干育,多吃些深色或绿色的食物, 能起到养肝护肝的作用,比如西兰花,菠菜,青苹果等,二,注意睡眠时间,成年人正常的睡眠时间应该为8小时,正常的应该是从23点左右开始上床睡觉了,到了凌晨1至3点钟是进入深睡眠状态,这个时辰是养肝穴的最佳时间,反之,就会养不足血,因此,人们不要熬夜, 不要让熬夜伤了干,养肾偏,一,护好自己的双脚,足部保暖是养肾的一种方法,这是因为肾引起于足底,而足部很容易受到寒邪的侵袭,因此,足部要特别注意保暖,另外,足底有很多学位,如永泉学等,每晚睡觉前按柔按柔, 可起到了养肾固定的功效,二肉尿不要忍,如果膀胱中所住存的尿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,就会刺激神经系统,从而产生排尿的反射,在这个时候,一定要及时的去厕所,将小便排干净,不然的话,积存的小便会成为水灼之气,净害你的肾脏, 人人都会出汗,量却因人而异,出汗量主要与汗限数量,体液多少,身体素质等相关,所以有的人出汗多,有的人出汗少,体质好的人大量运动后,可能看起来并无异常,但体质弱的人运动后,就会气喘吁吁,大汗淋漓,只要出汗量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就可以,如果出汗过多或者过少, 也有可能是患有某种内分泌疾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